这次是从昆山调来的 备职这次是从昆山调来的 在去昆山前 备职就是在建德任之县 建德的情形 备职知道 建德一县 在即百姓有二十七万人 入厕田亩 四十四万亩 其中有十五万亩 是私仇大户的桑田 二十九万亩是耕农的稻田 每年一季 丰年可产稻谷 两担五斗 千年产谷不到两担 所产稻谷摊到每人每年 不足三百斤 脱离后每人百米不到二百五十斤 摊到每人每天不足七两米 老人孩童 尚可勉强冲击 壮丁则远远不够 亏得靠山有水 可以种些茶叶 桑马 产些铜器 河里可以捞一些鱼虾 卖了才能缴纳赋税 倘若有鱼 还可换些油盐 够些粗粮 勉强度日 民生之苦 已然苦不堪言 你说的这些 不正是衙门都有数字 今年建德分红 有一半百姓的田被淹了 大约有十四万亩 百姓如果把田卖了 明年就只能是租田更重 若还是稻田按五五分租 百姓每年分的稻谷 只有一百五十斤 脱离后的百米 只有三两五千 倘若改成桑田 百姓分得的蚕丝 换成粮食 每天还不定有三两五千 大人 三两五千米 各位大人 你们一天够吗 当然不够 孟子云 欲似天下有逆者 有几逆之也 集资天下有逆者 有几鸡之也 各位大人 你们手中的这支笔 吸着几十万灾民的性命 几逆几鸡 汪大人 慎之 忠败 这些人 您部队1区 拿入赎子 特殿 听民族 听民族 共选民族 你长得一往 民族 离民族 管着一省的钱粮 不要说贱德 整个浙江每一个县的实情我都知道 一个县有一个县的实情 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实情 可我大明两经一是三省 现在的实情是国库亏空 蒙古安打在北边不断进败 沃寇就在我们浙江 还有福建沿海骚乱 朝廷要用兵 通往西洋的海面要随境 要打仗 要造船 这就是朝廷最大的实情 一个小小的支县 拿一个县的小账来算国家的大账 居然还要挟上司不在推行国策的议案上签字 朝廷有规制 省里一事 支县没有与会的资格 来人 在 叫两个支县下去 大人 这儿没您的座了 请起吧 大人 大人 这里到底是谁说了算 中城大人叫你们下去 听见没有 但不知叫我们下到哪里去 应该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该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那我们就去北京 去吏部 去都察院 最后去武门 什么意思啊 去问问朝廷 叫我们到淳湾河建德两县 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你这是威胁部院哪 还是威胁整个在座的浙江上司衙门 一天之隔 朝廷亲任的杭州知府 兼赈灾的亲史 都已经被你们威胁的话也不敢说了 我一个支县敢威胁谁 高夫太 昨天我们约好了一早去看粮食 然后去各个作坊了解丝绸行情 结果呢 你被巡抚衙门叫走了 可忠诚大人刚才说和你做了深谈 于一个下午直到深夜 你的随从到巡抚衙门还有制造局 四处打听 都不知你的去向 你能不能告诉卑职 是 巡抚衙门把你叫到哪里去了 忠诚大人在哪里跟你做了深谈 做了什么深谈 为何同样一个议案 没有任何新的理由 你前日言辞拒绝 今日却同意签字 犯了 来人哪 在 把这个海瑞给我押下去 是 谁敢 大明法力 樊力不委任的现任官 无有通敌师城贪慧情状 巡抚 只有参奏之权 没有羁押之权 郑仲长 叫你的兵下去 退下去 海瑞 不羁押你不是本愿没有羁押之权 凭你刨袖巡抚衙门 扰乱国策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见诵京师 可本愿现在要你到淳安县去 立刻依改兼阵 施行国策 赈宰的粮只有三天了 三天后 淳安县要是还没有推行国策 以至于饿死了百姓或激起了民变 本忠诚将请王命棋牌 杀你 前任杭州知府马宁远 纯安之县常伯熙 剑德之县张之良 就都是死在亡命棋牌之下的 马宁远 常伯熙和张之良是死有余辜 我正要说这个事情 同样是修河堤 江苏百姓和吴堤江两条河堤 去年花了三百万 今年固若金汤 而浙江新安江一条河堤花了两百五十万 今年却九个县处处绝口 中城 当时你管这藩台衙门 钱都是从你手里花出去的 新安江的河堤到底是怎么觉得 卑职今天无法请教 到时候 总会有人请教中城 被逼分红 这才淹了淳安和剑德 可整个浙江上道巡抚 衙门下道翻涅思道 不思腐血 现在居然把灾情 强加到两县百姓的头上 要是真饿死了百姓 激起了民变 朝廷要是追究起来 案情总会真相大摆的 王命棋牌可以杀我汉瑞 可最终也饶不了 冤凶巨恶 吴敦捏造诬陷上司 你知道大明律法是怎么定罪的吗 高复台 这个议案只有六条两百余字 可这两百余字后面的事情 倘若将来写成案卷 只怕要堆积入山 但我不知道你昨天遇到什么事情 可这毕竟是你一人之事 是原案中可昭雪 事过错 回头是案 但这件事 上系朝廷的国策 下系几十万百姓的生计 其间 伯爵云归 身不见地 你也才来三天 倘若这样签了字 一步踏空 便会万劫不复 护着 回大人 兵已经带到 拖延 顶撞 这下好了 纯安的刁民跟倭寇串联造反啊 海瑞 就是你昨天放走的那个奇大众 串联纯安的刁民贯通倭寇 现在已经被官兵当场擒获了 高复台 崇安县建德县都归你管 你说该怎么办吧 崇安的百姓是不是通窝 当立刻查出 可海之县是前天才到崇安上任的 此事应该和他无关 通窝的人就是他昨天放走的 还说与他无关 高大人 高大人 这 来人 高大人 高大人 谁叫你们上来了 下去下去 进二人 把高复台抬到后堂去 赶快请郎中 是 快来人 是 快 慢点慢点啊 好 什么议案不议案的都不说了 海之县 纯安县刁民通窝之事是否与你无关 以后再说 本院现在命你带领涅斯衙门的官兵立刻到纯安去 将窝贼就地正发平息叛乱 然后按照省里的议案 一改进阵 带上兵 护送海之县立刻去重安 是 海之县请吧 忠诚 他们跟我去重安县 他们跟我去重安县 是他们听我的 还是我听他们的 按省里的议案办 他们就听你的 倘若我要按纯安县的实情办 他们听不听我的 什么实情啊 省里现在说 纯安县有刁民通窝 究竟是怎样通窝 都有哪些人通窝 这些事 必须按实情查处 倘若真有通窝情事 卑职会按大明律法严惩不待 倘若并无通窝情事 忠诚是不是让卑职 卑职滥杀无辜 海月 你是不是到现在 还要怂恿刁民抵制国策 忠诚 卑职问的是要不要滥杀无辜 谁叫你滥杀无辜 有忠诚这句话 卑职就好秉公办事了 忠诚大人的话你都听到了 正对 跟我去淳湾县 看我干什么 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去吧 是 王知县 剑德县的事情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该知道了吧 已改金阵 立刻去 是 是 走 刚刚兄 总是这样 一到要命的时候就不见人 船都要开了 你们沈医师还来不来呀 找去了会来的 派人分头去找 是 快点 不行我不能再等了 我得立刻去支付衙门 可是沈医师还没人影呢 你去支付衙门干什么 高汉文毕竟是小阁老派来的人 把他弄成这样我们还得安抚啊 你也得立刻去给小阁老写信 告诉他出了窝情 我们不得已现在必须立刻买田 信还是你写何事 你先起个草稿 我回来赵钞还不行吗 何大人 好吧 我回来赵钞 好 慢着 怎么去了那么久 回老爷的话 王管事来了 说是粮船都装好了 巡抚衙门和内斯衙门 派人在到处找老爷 等着老爷押粮去 存安和建德 去吧 请问老爷 巡抚衙门派人来催 小的怎么回话 就说我死了 小的不敢 滚 你走吧 你欠我的都还清了 走吧 是 阿根 老爷 你去准备一下 连夜把这封信送到苏州 送给谭大人 那谁伺候大人去见德 我不用伺候 快去吧 是 老爷 巡抚衙门来人了 什么事啊 说是老爷去刃上的文书 忘记拿了 他们特地送来了 请进来吧 是 文书呢 大人 把文书搁那儿 您请回吧 给 你还要什么 小人有两句话 请支县大人 一定要记在心上 重安县那个倭寇 是涅斯衙门放出去的 还有高辅台中了中城大人 何大人和沈掌柜的美人计 停 老爷 小心了 你去到前堂院叫四个姑娘来 现在 现在 坐扎盟舟 一个时辰后赶上船队 是 现在 是 那只手 先生 我能不能先跟他说几句话 你 他是 你的兵是好不了了 说吧 你在驿站 跟高汉文说的话管用啊 高汉文一上任 便否了郑比昌他们的议案 这都是意料中事了 赵侄他到底愿不愿意接谅 叫苦 表面上到处在张乱 两天了 才给我们凑了不到十船粮 再过几天没有粮食 高汉文想扛也扛不住了 你去找赵臣吉 就说我不找他要粮食 叫他立刻来见我 赵大人已经到了 叫他进来 好 你们这么远地把我喊来 你这病是看还是不看了 失离了 先生 请继续枕脉 室内之手 赵大人 请 入针 不要动 不要动 我们还是先看病吧 李太医这么远来了 戒粮的事情我们就慢慢再谈 李太医 请开方子吧 我不是什么太医 我说错了 太医有一千个 可李时珍在我大明朝却只有一个 你真的要我开方子 瞧您说的 胡不堂可是我大明朝的栋梁 治好了他 那可是大功德 那我开了方子 你会照方子捡药吗 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只要不是龙肝凤胆 我都派人去捡 没有那么多的明堂 我的药遍地都是 是 那先生就快开吧 我这就去捡 这可是你答应的 不疼 你不疼 怎么办 呢 你不疼 就行 我了 你不疼 你不疼 可是你不疼 你呢 你不疼 你不疼 你咋有疼 你不疼 你不疼 上下彻肘 悠缠未饥 处方 盗鼓一百船 即日运往浙江外服 李先生 这玩笑开大了 我李某半生行医 在太医院也好 在市井乡也好 对皇上 对百姓 都只值治病救人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救一人多一份功德 救十人多十分功德 赵大人 你一念之下能救几十万生民 这份功德如天之大 怎可视为玩笑 他最后一项 有本能揍死 我要无法有 automat募处 张德国 中国 都是 赵大人 网网 我 此言之 著作 以后 在本地上 优家 仲敬 你不戒到粮 我今天必须得走 好 我随布堂去 那我就先行谢过了 好了好了 赵忠诚 药方开出来了 这药 你是减还是不减 布堂 有些话我要向您陈述 布堂可否一步 容我跟您慢慢谈 好了 还是我一步吧 李太医 我说了 不要叫我太医 自立 去陪陪李先生 好 好 如朕 我不瞒你 瞒你也瞒不住 一百船 两百船粮 江苏都拿得出 却不能借给浙江 你心里也明白 不是我不借给你 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 还有 你既然躲了出来 这个时候 又何必把自己陷进去 连你也以为我是在躲 给皇上上辞成 不是我的本意 知道 你在浙江那样做 任谁在内阁当家 都会逼你辞职 是 不疼 我丝毫没有言你的意思 官场这历来无非进退二字 你我二十年的顾骄 豁出去我全告诉你 朝廷有人给我打了招呼 叫我不要借粮给你 谁 这你就别问了 是小哥老 还是徐哥老他们 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愣要把我也拉下水去 我不要你下水 我只要你在岸上给我打个招呼 那我就告诉你 两边的人 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 你不说出来我也知道 你跟我说了 我护从县总算没有失去你这个支教 既来之则安之 你到江苏来借粮 上边都知道 浙江那边也知道 粮没借到可你的心到了 这就行了 这不病了吗 就在江苏待着 我给你上个书 替你告假 在苏州留医 那浙江怎么办 就让他乱下去 事情已经动若观火 浙江不死人 这件事情又完不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出狗 死一万人是个数字 死十万人百万人也是个数字 你和我都挡不住啊 你实在听不进去 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跟你说 我今天什么都没说 我胡宗县不是出卖朋友的人 我今天跟你说的是粮 我还是浙治总督 以浙江巡抚的身份是向你借 以总督的身份我向你调 你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胡不堂 你虽然管着粮省 可是没有内阁的吉地 江苏没有给浙江调粮的义务 那我要是调军粮呢 要打仗 我跟你说 浙江一乱 沃寇就会立刻举世 奇迹光那儿已经有军报 沃寇的船 正在浙江沿海一带聚集 你们总觉得我在躲 我躲得了改道为丧 我躲得了抗我的军国大势吗 要是军粮我当然得掉 可军粮也要不了那么多呀 当年跟我谈阳明心血的那个赵振极哪儿去了 以调军粮的名义给我多调些粮食 旧灾民也是安定后防 没有你的责任你怕什么 好 我尽力去办 可有一句话我还是得说 改道为丧的事情 你能不管就不要去管 给自己留条退路 只要我还在当浙治总督 我就没有退路 使书记载 嘉靖帝数十年练道修悬 长命大学士阎松徐杰等 撰写青词 坟尽上苍 二人所赚青词 深切圣意 十人呼二人 青词宰相 殊不知 多少军国大势 极许军艺陈心 都在这些看似荒诞不惊的青词中 深埋着伏笔 是 一百六十九个字 竟写了一个时辰 不负老不行喽 哥老如此说 我就真应该告老了 也是一百六十九字 可我还有两句没想好呢 少婆 你是在等我呀 凭你的才行 凭你的经历 一个时辰 不要说一百六十九个字 一千六百九十个字 也早就写好喽 哥老 你厚道 就像我伺候皇上二十年了 熬到了八十 这儿依然无法告老 这一个人哪 熬一天不累 熬十天就累了 小心一年不难 一辈子小心就难了 做我的副手 也好些年了 是 邹国 语伤 以为你 我 你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明君在位 寒陈满朝 割老最难 少虎啊 请自摇下半上才撑给皇上 剩下几句 你也就是一回而就件事 来 来 我有几句话跟你商谈 坐坐 来来来 冒昧的温义言 要真心回答我 割老单问就是 属下不会有一句许愿 好 你说这世上什么人最亲哪 应当是父子最亲 未必 按理说人生在世 难报之恩 就是父母之恩 可有几个做儿子的 做如是想啊 十个儿子 有九个都想着父母对他好是应该的 于是恩养就成了当然 少虎啊 你我都是儿孙满堂的人 你应该也有感受 父子至亲 只有父亲对儿子亲 既曾见到子对父亲 你不好回答 我们就说另外一件事吧 你说 今日皇上叫我们写的清词 为什么要突出一个真字呢 天有四德 亨利真源 这也是提众之意 少虎啊 老夫如此推心之负 你又何必这般疑虑重重 你真的就不知道 皇上让我们 偷出这个真字的圣意吗 真者 节也 圣意 应该是提醒你我 要保持晚节 嗯嗯嗯 如何保持晚节 如何保持晚节 各老请赐教 就是用好自己的人 撑住难局 请各老明识 嗯 那我就明说了吧 哎 胡宗选是我的学生 名字 名字叫辱真 赵真吉是你的学生 字里也有个真字 皇上这是告诉你我 东南的大局 必须用好赵真吉和胡辱真 许葛老以为然否 皇上圣名 葛老睿智 应该有这一层意思在 嗯 嗯 这就是我刚才问你 这世上什么人最亲的缘故 有时候啊 最亲的不是父子 是师徒 儿子将父母之恩 视为当然 弟子将师父之恩 视为报答 啊 少皇 为了皇上 为了我大明的江山设计 这一次浙江的改道为丧 一定要推行 一定要推行好 我 我这边只有靠胡辱真去维持 你这边呢 要靠赵真吉去维持 为了不把浙江的百姓逼烦了 应天必须立刻借粮给浙江 你要跟赵真吉说 让他火速借粮给胡辱朕 葛老放心 我今天回去就写信 命兵部六百里佳节送给赵真吉 叫他借粮 我都八十了 我都八十了 哪阁首府这个位子轮不着颜世帆 只有你能做 只有你能做